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是我Jason 今天到5月15日 不知道是第59日 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号 他有很多名字 之前的MCO,CMCO,P,O 名字很多 不理他什么名字 现在是管制令 第59日 总之还未完 今天的数目 先看看 今天的数目也差不多 新确诊36个 康复出院88 死亡过去是0 今天奔城仍然是0 最多 还未有数 这个总算是勤力的数 我手上这个未有更新 但我看到奔城的数是0 其他州暂时 8点多都未有 等我再看看 我想38个 36个 分布应该是差不多 我认为 下来去都不是 吉隆坡, 新美兰, 雪山鹅 这几个会是最多 有机会 数字上没有什么大分别 每天都差不多 例行公事报完 我看今天有几样东西可以更新 例如在奔城 奔城首章宣布了下个星期一 5月18日开始 全部的食股都可以恢复堂食 当然它的恢复堂食 就不是说一次个开完 是要跟回我昨天那条片说的 那14项的SOP 即是要每张桌子隔两尺 然后每张桌子 又不可以超过几人坐 又要社交距离 全部的东西都要消毒好 这样各样, 如果跟足这14个SOP的话 下个星期一就不单止是酒店 还是超市 还是连锁快餐店 是全部食股都可以开放 这个都是一件 好事来的 起码大家都真的好想出去吃 吃东西都还可以选择 有选择, 当然大家未必会 上去, 或者未必 放心出去吃, 但这个起码 有一些进步的空间 这是奔城的更新 希望它之后可以 隆隆隆隆隆都开放其他行业 譬如剪头发 你看到头发这么长 都知道是续被剪的 我看到今天有一些理发的业界 他们和七个不同的 不同的种族 的一些理发协会 他们就自己订了一些不同的SOP 我刚才就看过 他那条影片 他拍了的是怎么做呢 譬如我去剪头发 我身上包到一些 膠袋 好像穿雨衣 包住自己 戴口罩 耳朵也要有膠的套 复杂剪头发的理发师 他一样都包住 然后有口罩 另外还有透明膠的面罩 都要做齐这些东西 剪头发之前 所有用具都要消毒 所有位置都要消毒 然后到洗头的时候 去到洗头那一部分 洗头的水龙头 都要每一样全部都是噴消毒 消毒了才去帮你做 然后你再坐上位置 然后继续剪头发 剪头发 剪头发全部都要消毒 剪完了 给钱当然是无现金 Cashless 也就是用e-wallet 或者是Visa的 Paywave 总之就是不用现金 不用cash 然后当我剪好了 我走了 完了之后 整个位置都要消毒 整间理发店 开店就全部消毒一次 临收工前 也都是全店铺消毒一次 他们制定了这些类型的SOP 希望政府可以开放这个理发店 让他们可以开工 大家知道现在是 计划了多久 3月18日到今天5月15日 两个月 组组两个月没有开店 租要照交 人工也要照出 都挺伤的 希望可以尽快 政府可以开放 逐步开放这些不同的行业 他就说下个星期1 5月18日开始 他全部的服务都会恢复 包括更新駕駛执照 这当然是好事 譬如我本身的駕駛执照 已经过了期 我都要有一天去做一做 另外我都会去 北海的JPJ 顺便问一问 究竟如果是MM2H 拿着香港的车牌 駕駛执照 过来转回马来西亚的駕駛执照 那个程序 是不是真的跟KL 或者其他州数有些不同呢 因为我看上网都有 各有各说法 这个我会 亲自去证实一次的 这个就是今天 JPJ他有一些更新给大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油价升了 就是之前都不断是跌 跌 ook 跌到油价lift 实际是这么便宜 97是15.5 昨天都有 15.5一粒 那应该 就是你计算 3元也不用港 你平时出去 多 물리刷 你可能出去买只需要6元 Head to about 500 см 不要记得了 它们很久没买 leche 那么现在它会上升了 97和95a都是升了六仙 那 빼应 可能就是升了一点 95好像只顿ates 是1.25 升到6仙是1.31 97是1.5毫升到1.61 雖然加价,但仍然維持一個很低的水平 大家現在應該會出多了街 變成用油的機會 用油的容量都應該多了 我覺得都可以的,加了6仙,因為之前都減太多 對於大家來說,不會真的好處了很多 因為大家都沒有出過去 這輛車應該都很久沒進油了 可能最近大家都要 我看現在街上有很多車 我昨天就出去了 我今天也有回公司辦公室 也出去都沒有塞車 很明顯塞車,但真的多了很多車 這個就是暫時的市面 明天星期六,9時我會照樣開Live 下午我也會出去嘗試一下 給大家看看市面就不是商場了 真的在街上露面和一些商店 我會去回Georgetown那邊 再帶大家去看看 現在情況究竟是怎樣 明天會出片 再加上9時會有個 YouTube加Facebook的同步開Live 除了理髮店之外 其實原來還有一些 例如影視業者 要拍戲 那些工作 都是未復工 政府似乎 可能是考慮在開齋節後才開放 那這個就 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因為我想可能拍戲或者做影業 這些影視業就會 一大群人聚在一起 變成 你陪伴拍戲 你也可能會有些對手氣 會有些身體接觸 那當然這個 他們也要想清楚 另外今天也有個 對於馬來西亞也有一個挺好的消息 就是有報導說 馬來西亞是整個 東盟 東盟就是在東南亞 其他國家 裡面 最多病毒篩選的 一個國家之一 因為用一些比較 好的系統去做一些 資料搜集 去做一些數據搜集 這個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 對於馬來西亞一個好的評價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雖然說現在有條件 有條件是行動管制令 大家好像經常都會出街 交通車 但是跨州行動 一定要申請 跟警方申請 如果你沒有申請的話 是不可以讓你 從一個州 穿州過省去第2個州 大家要留意 就小心一點 因為他現在全國 馬來西亞設置了 140多個 不同的robot 都還有robot 不過是限 州與州過之間 Refine 這個州裡面的話 就沒有的 我最近出去 都不是太見到有 這個大家要留意 記住 周圍走之外 就不要去得太遠 自己圍在 自己的州屬裡面 活動都已經很足夠了 大家再忍耐多一排 這個情況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時間 有條件行動管制令完了 希望他9日之後 真的可以 完完全全地 恢復一些大部分正常的活動 明天 馬來西亞首相 毛尤丁 毛尤丁 差點忘記他的名字 毛尤丁明天會開Live 他會說一說 不知道說什麼 有些報導說他可能會說什麼時候開學復課 這個 都不知道會不會對大家 是一個 好的消息 還是壞的消息 好的消息 當然是小朋友 可以上學 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 過一個正常的小朋友的生活 但是不好的消息 是什麼呢 就是 你還會擔心會怕 究竟他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會很危險呢 這個都是 好與不好 真的不知道 應該大家 家長都會很擔心 也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等下手上 他宣佈 開Live的時候 看看 是會宣佈什麼 我們 今天這集 就到此為止 留下多一點 可以明天開Live 到我自己9點 開Live 先說多一點 我們今天 我不是我們 我只有我一個人 我的報道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明天準時9點可以見到大家 好 今天的報道 和一些小小update 給大家知道 我們有什麼 如果想大家想 再長談的話 不妨明天9點準時 看我的YouTube Live Facebook Live 同步直播 我們 明天再見 Bye Bye